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annibalism Cannibalism 但是这个发音啊 它有一个起义啊 就是有时候L跟这个念后面连在一起 有时候分开来啊 像这个音标是分开来啊 这音标是Cannibalism Cannibalism 但是这样你也怪怪啊 所以很多人念Cannibalism Cannibalism 两个都可以 正确应该是Cannibalism 因为这BAL是一个音节 RESM 照理说是分开 可是Cannibalism 比较顺 所以这两个倒没有关系 你可以念Cannibalism 也可以念Cannibalism 那我们一般是念Cannibalism 比较清楚 比较顺 Cannibalism 这不好念啊 像这个很难相处啊 这个字比较难啊 或者挨打架 因为一字多意啊 一个字很多意思啊 我们千万不要说一个字只能用一个意思来解释 或者只能用那几个字解释 你这个英文完蛋了 英文这个绝对不会好 英文单字是变的 中文也是变的 日文也是变的 只要是文字都会变的 因为不同的人 经过历史的传承啊 的意思越来越多啊 所以我们很少看到一个字就一个意思 比较少啊 就算一个字它就一个意思 但是它也可以看上下文 它也可以有一点变化 更何况 一字多意识正常啊 这个字难一点 Cantankerous 所以这个英文是音节字啊 CN 一个音节啊 TAN 第二个音节 KE 第三个音节 RUS 所以有它四个音节 然后字母比较多的时候 它的音节可能在第二个 第三个啊 如果字比较少 通常在第一个音节 多数啊 Cantankerous 中音在T这边 Cantankerous Cantankerous 和南相处 爱打架了啊 这投降啊 动词啊 动词常常是在 中音在第二个音节 Capitulate Capitulate 所以这个 音标比较清楚啊 一个音节啊 Pi啊 第二个音节啊 Tu第三个音节 Late啊 第四个音节 所以这个字啊 字母书不多 可是它四个音节 Capitulate Capitulate啊 投降啊 动词 杨陶这个字不好念啊 这是正式的名称啊 当然那个一般俗语 所以有些字啊 英文的字 有这个正式 原始的是一个比较难的字 可是有些太难了 有些字母书很多啊 或是不好念啊 所以后来这个 一般你可以叫 Fight start fruit 五颗星一样 羊头像五星嘛 Fight start Fight start fruit 有五颗星星的羊头 但是这是一个 就是一种口语的啊 正式的名称是 Carambola Carambola 重音在B这边 Carambola 所以这种字也不好念 羊头 正式的名称是Carambola 那碳水化合物也不好念啊 Curban是碳的意思啊 这个水的啊 经过水的化合物是hydrate的啊 像dehydrate就是脱水啊 Curbanhydrate Curbanhydrate啊 重音在H字面 Curban Curban就两个音节 Car 两个音节 High第三个音节 Hy第三个音节 Trade啊 第四个音节 所以一个音节有时候 最少一个字啊 一个字 或者一个字母啊 一个字母 有时候多的啊 可以五个六个 变成一个音节 不一定啊 不一定 最少一个字啊 不然是零啊 一个字 一个字母 两个字母 三个字母 到五六个字母 都可以啊 一般一到六啊 这个也不可能是零嘛 超过六个以上 也很少见 Curbanhydrate 碳水化合物啊 碳跟水 合在一起的 碳水化合物 Curbanhydrate 然后这个碳啊 或者负血池啊 你看这个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负血池用碳做的啊 所以最原始的意思是碳 它这个不是啊 不是碳 一氧化碳啊 它这个 我改一下 一氧化碳 我看啊 Curbanhydrate 这 更正一下啊 它是二氧化碳啊 二氧化碳啊 不是碳 碳是Curban啊 二氧化碳 也可以是负血池 Curban dioxide 这个dye 它有两个的意思啊 如果是一氧化碳 Menoxide Curban Monoxide 就是dye的啊 dye 像dye也可以 di也可以是两个 duo duo也可以是啊 或者by啊 也是两个 三个就tri 或者tri tri 像是 那个 两轮车嘛 单车两个轮车嘛 bicycle 三轮车就tri-cycle Curban dioxide 二氧化碳啊 或者负血池啊 Curban dioxide 也不好念啊 这一氧化碳就是 Meno 就是一个啊 一氧化碳 Curban monoxide 重音在N这边 Curban monoxide Curban monoxide 也不好念啊 这个字也误的啊 形容词 也不好念啊 这字母一读就不好念 因为第一个 重音找不到 字太长 字母太书太多 就搞混啊 Carsinoge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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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啊 CeR是第一个音节 CeR第二个音节 NO第三个音节 GE第四个音节 NIC第五个音节 五个音节 所以说字点啊 它就是 这个字啊 它中间 有一个小点啊 CeR一个小点 小圆点在中间 CeR一个小圆点下去 一般看不懂 一个字啊 你为什么要弄小点 它就告诉你音节怎么分 怕你搞不清楚 因为有人可能说 CeA是不是一个音节啊 R跟C啊 不是 CeR是一个音节 所以很多字点啊 到这个 音节给音节 一个小圆点啊 所以你看起来 那个字怪怪 怎么拆成好几部分 它的用语在这边 所以很多字点 它有很多妹妹嘎嘎 很多窍门啊 还有很多框起来 写一个C 写一个U C就是科数名词啊 U就是不科数名词啊 由于说又给框起来 写个什么 写个C啊 写个La 写个德啊 什么意思 这个字啊 是从拉丁文过来的 从西大文过来 从德文过来 从中文过来 然后它这个字啊 它还有好几个意思 一二三四 它也不是乱分的 一就是最常用 二就是次常用 到第五第六 就是很少用 所以它有很多 然后VTVI 什么VTVI 就是几乎动词 就是VT啊 不几乎动词VI啊 所以这搞得很昏啊 有时候一个动词啊 有时候是VT 有时候VI 有时候VTVI 两个都有 然后有时候 这个动词有好几个意思 有的意思是VT 有的意思是VI 有的意思是VT 跟VI都可以 这个看着就 投了昏了 Casinogenic 制言误的 Casinogenic Casinogenic 这个肉食性的 就是一般老虎狮子 吃肉 不是树 所以有的是肉食性 有的草食性 鹿啊 牛啊 只吃肉 只吃草 人啊 狗啊 猫啊 就杂食类 肉也可以吃 树也可以吃 人是杂食 Carnivor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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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也不好念 本来是大洪水 最早大洪水 后来大洪水灾难 灾难性的 Cataclys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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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好念 这个你看 这个怎么念 它的中音是 C这边 C常常发K的音 你看两个都发K的音 Cat 第一个音节 T 第二个音节 CYS 第三个音节 MIC 第四个音节 Cataclysmic 这个大灾难 这两个字有点像 它是名词 前面是形容词 名词就是 Catastrop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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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灾难 惨败的意思 这很明确 本来Gallagher 也是目录 行录 行录很清楚 结果副词 不是目录的 很明确的 像目录 看得很清楚 直接了道 目录就直接了道 越清楚越好 你说目录 行录 人家看不懂 就失败 很明确 变成 意思一转 变成很明确的 直接了道 Categorically Categorically 这个是卷舌的O 不要念Categorically 它是Gorically Categorically 第一个大选 这个蝴蝶蝶蝶蝴 Categorically 名人 或者名声 有名的人 通常是电影明星 演员 模特儿 革新 或者政界的 有名的人物 就是名人 或者它的名声 Celebrity Celebrity 但像美国人一般很多已经不念Celebrity 念Celebrity 所以这个英文美国 常常这个念到 他不是中英的他就不念E 他念Ce 所以这都可以 Celebrity 差距不大 因为他不是中英 所以两个都有 美国人常常念Celebrity 而不是Celebrity 最早是Celebrity 后来就像那个NBA打篮球 防守防守 防守这个本来是Defense 名字Defense 但是他已经讲起来 Defense Defense 就不对啊 可是已经习惯了 就像我们说这个 和题啊 我们本来就是讲和题啊 中国大陆讲 和题和题 当然不对啊 因为D是动词嘛 和题是名词嘛 那讲习惯 改不过来 和题和题 所以我每次听 中国大陆讲和题 毛骨悚然啊 就是念错 以错为证啊 然后这个 先蒲嘛 蒲景惠嘛 他也念朴 念朴也没错 可是一般念朴比较多 那以什么为准 就是以前的人嘛 民国时代都用朴嘛 什么中国大陆以后 又变成朴景惠 这很奇怪嘛 朴景惠当然也对啊 可是一般主流是念朴啊 可能后来有人说 这个这个念朴 我就念朴景惠 这个好像有创新的意思 哎呦不错啊 朴景惠比较新鲜啊 就像我们说 很好吃嘛 你就说美味嘛 这台湾有很多无聊一遍 不错吃 什么叫不错吃 胡搞狭搞 就大家觉得 哎呦很创新啊 很有意思啊 不要再讲 很好吃啊 很美味啊 美味しですか 日文啊 就讲 不错吃不错吃 但这种是流传不久啊 所以以后应该会慢慢又改成 河堤 朴景惠 不要讲河堤 朴景惠 好像是朴妓女 一样是不好听啊 Celebrity 这一百岁的人啊 也可以当名词 也可以当形容词 形容词百岁的啊 都可以 Centenarian Centenarian 所以这种字长啊 第一个啊 字母数多 本身就不好念 第二个 更讨厌里面 它的细节啊 像这个是卷车卷一半 Centenarian 如果你都念大卷车 Centenarian Centenarian 就怪强怪弃 如果你念完全不卷车 Centenarian Centenarian 也不对 它卷车卷一半 所以A最麻烦 Centenarian Centenarian 这个是名词啊 监护人啊 本来的意思就是一个老太婆啊 怕这个送这个 十五六岁小女孩啊 参加舞会参加社交 可是怕小女孩不懂事啊 人生地不熟啊 乱讲话啊 或被男孩子欺负啊 被男孩子诱骗啊 所以一个 连长的啊 因为男的陪女的比较怪嘛 这老女人就陪他 可能是阿姨啊 或者邻居啊 或者家里面的 比较连长的这个 女管家 就陪他啊 最早的意思 后来就慢慢变监护人 动词也可以陪伴 护送 Shiproom Shiproom 像CHK可以念Chap 也可以念Shit 像这个就是Shit Shiproom Shiproom 这个大卷诗 像这个形容词 很独特的 很有特性的 名词也可以当特性 所以一般TIC是形容词 但是有时候也可以当名词 Characteristic Characteristic 五个音节 五个音节 所以很讨厌 Characteristic 这个字不好念 它的名词啊 真正的名词 Character Character是个性 特性 Characteristic 然后这个骗子啊 它本来是江湖医生的意思啊 江湖医生常常骗人嘛 就是不是真的医生嘛 就是治不好 骗子啊 也可以当形容词骗人 Character Character 你说TIC没办法 所以KK音标也是有点问题啊 它应该是一个O 可是它为什么把O去掉 意思就是说那个O发很轻的意思 而不是不发 不然TIC怎么发 没办法 所以KK音标是有点问题 Character 有O的话标策就Charlton Charlton 可是它表示很轻 Charlton Charlton 这是美国音啊 英国音就很少 所以英国人啊 就正从英文发言 看不起美国人 就说你这个联音连得太凶了 有些字啊 太省略了 然后也怪强怪掉 像大雪蛇 蝴蝶银 他们觉得怪强怪掉 Charlton Charlton 这车子汽车的底盘 或者底座 Chassie 所以CH可以念Chat 也可以念Shit 这边是Shit Shit 所以这个你光是看这个也不好念 把英标标策比较好 好念 Shit Shit 我们说盲目爱国爱国的 本来是商文主义的意思 或者大乃恩主义啊 就是反正很自大 或者自以为是 Shivin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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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好念啊 中英在N这边 那胆固人不好念啊 你看这个字怎么念 C-H-O-L-E-S-T-E-R-O-L 怎么念啊 不会念 Coleste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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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 Col Col不是Col 它是Col 它如果是第一个音节 它可能念Col 第二个音节 常常念成这个 念成2 Colesterol L-E 第二个音节 S-T-E S-T-E 第三个音节 R-O-L 第四个音节 Colesterol Colesterol 这一集讲到这边 这些字都不好念